如果爆发战争 中国导弹两天就打光 火箭军好好给印度上了一课 印度曾经对外发表过一份报告 表示如果中国使用战术导弹攻击他们的机场的话 那么只要他们能够保障到位 两天以后 中国就会因为导弹耗光而无法进攻 不过在他们这边的报告公布的第二天 我国的火箭部队就在歇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 而根据媒体公布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一次除了展现了大批的东风导弹以外 还特别对外展示了战术导弹攻击机库的画面 印度一直把中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敌人 而且对于抹黑中国的军事实力都非常的稀奇 甚至他们的专家还曾经强行把印度国产的LCA战机 和我国的J20放在一起比较 并且在他们的言语当中也表示这两款战机的战斗能力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们的社交媒体上也经常会有一种言论 那就是中印两国一旦开战的话 他们就会发射大量的核武器来攻击中国 但是事实上大家知道 中国在核武器方面的研究要比印度先进了很多 另外就像他们之前发布的报告说 我国最多只能对他们进行两天的导弹袭击 但是事实上 我国在导弹的储备量和制造方面的先进程度 也是他们不能够比较的 进行两天 Jonathan 出帐了 出带人的交媒体 出带人的温暖 出带人的交媒体 出带人的与兰奏 出带人的